1990年的俄罗斯进行改革,企业开放民营 这对苏联人民来说简直像闹了场革命 因为不久前财产私有还是装处法行为 一不小心就会锒铛入狱 不过其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开始期待未来能像西方人那样成为富豪 过着衣食无余的生活 尤其是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 我那时住在新西伯利亚,离莫斯科很远 不过大家一样赶着创业,不让3000公里外的首都专美于钱 西伯利亚企业界当时都是小本经营 第一批在市场闯荡的生意人顶多开个小店 咖啡馆,来个零售业就很了不起了 还有办法弄到不错的中古设备安装在半地下室 生产流行塑料饰品的人可算是商场大亨了 我的话运气不错 租了新西伯利亚核运局最大的三艘客轮 其中一艘有三层 餐厅、酒吧、会议厅一应俱全 不但方便我长途旅行 也适合替西伯利亚企业家联盟召开会议 他们推举我做主席 我想自己在这一行挺成功的 可惜社会上就是有些人不喜欢企业家 这是当时最大的问题 俄罗斯在面临改革之初分裂成对立的两半 一边是迫不及待要投入市场 经营个人资产 仿效西方人的生活 认为资本主义没啥不好的人 才在相反另一端 对我国新生事务做出强烈反弹的 则是参过战的退役老兵 和苏联时期劳动英雄 不过他们的立场也不难理解 以前每逢节日 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总会挂上奖励勋章 走在阅兵最前面 他们对青年学子发表演说 确信自己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一生值得尊敬 是正确的路 不过这都是在改革前 现在一切风云变色 整个社会仿佛在说他们错了 应该要建立资本主义才对 不是社会主义 1917年推发了沙皇 并将之灭门枪决 也成徒劳一场 老先生们佩戴的勋章 不再代表往昔的英勇 而是指明了制造这种没人要的社会制度 自己是第一线作业员 你要他们怎么向儿女孙子交代 在改革初期 这种人常走上街头 我就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街头集会 与土耳其外商交涉期间的某天 秘书告诉我 在新西伯利亚州委办事处附近 爆发了自发性的示威游行 人群蜂拥而至 高喊反企业家的口号 我向土耳其方面的助牌代表道了歉 并指定协同一群同事前往集会现场 我们生怕附近的小店就要不保 连同卖烤肉串的摊子 都有可能被群众砸毁 不晃个衣服吗 同人劝我 都穿西装他们岂不是更火 是那样没错 但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于是我们驾着两部轿车飞奔至现场 一台进口奔驰 一台国产乌阿兹吉普车 各个西装笔挺 白衬衫打领带 我还像个不折不扣的牙匹 穿纯白的套装 一副高雅的模样 下车后 前方的景象让大伙一时傻在那里 眼前聚集的人数可能多达1500或2000 满是飘舞的红色旗帜 上面写着资本主义滚出去 企业家在吸百姓的血 抓住叛党贼叫他们认罪 看得出是临时大概的讲台上 一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兵正夹杂着愤恨 生死历劲地喊着 我们被出卖了 我们这一代都被出卖了 看看我们这一代 我们在战壕里淌血 让法西斯败类无法占领我们的祖国 我们在帐篷里挨饿受冻 还拖着身子盖了工厂 打造全新的都市 我们创建了社会主义 期盼着共产社会 一名残疾人士组着拐杖 附和道 我们什么苦也不怕 另两名老妇齐声高喊 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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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附和的声浪 让台上的讲者更激动了 绝不能让资本猪 他们霸占我们市场里的肉 卖什么烤肉串 砸了他们的摊子 他怂恿人群 这下所有人都跟着鼓噪 砸砸砸 我们为子女奋斗 不是为他们这种人 说着 他指向我们一行人 这时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我们 瞬间安静了下来 仿佛每个人都暂时停止了动作 下一秒就会往我们身上扑过来 于是我抓了库音器很快爬上吉普车车顶 想也没想 劈头就说 你说你们为子女而奋斗 而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是你们的子女 我们决定要成为企业家了 不再输给美国 现在 法律支持我们去闯一闯 谢谢你们的奉献 可惜那不适合我们 我们会自己努力 要是你们开始砸电 那就什么养老金也拿不到 因为你们的养老金正是靠我们来供奉的 企业家没有在吸你们的血 企业家只是在替国家尽一份心力的同时 也知道要为自己打算 不像我有扩音器 台上讲者为了打断我 必须用吼的 现身了吧 带头吸人民血的 就是他们这群同伙把食物搜刮一空 抢走我们的肉 制成烤肉串 在抬高城三倍价钱卖给我们 才三天两天就没肉了 然而我语带平静 透过扩音器回答 你真了不起 同志 奋斗了一辈子 家里的肉却只够吃三天 群众超揍声瞬间静止 大家都在听我们对话 头转来转去 盯着下一个发言的人 不过 讲者对我这句话丝毫不予理会 静字朝人群大吼 就是他带头吸人民的血呀 把他脱下来 看他穿成什么样子 这混账家伙 接下来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朝我飞来 两个烟子西红柿 一颗生鸡蛋 啪啦啪啦砸在我雪白的西装上 头也中了 烟子西红柿烂成一团 现场待命的警方立刻列队挡在我的车和即将冲过来的人群之间 快下来小子 我们挡不住的 警察对着我喊 但我不想就此撤退 继续用扩音器大声的说 难道你千辛万苦就为了让你的孩子穿得跟你一样破旧吗 几个人突破警方防线冲过来摇我的车子 就在这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念起玛雅可夫斯基一首赞颂列宁的诗 是时候了 容我传颂列宁的一生 并非哀悼以沉寂 乃因揪心之痛 已转为明晰足以自觉的哀鸣 是时候了 让列宁的口号重新于风中扬起 仍许整日哭哭啼啼 列宁的精神超越生者 是我们的知识 力量和武器 现场冻结了 摇动车子的人全都意外地看着我 忘了动作 此时旁边有辆载了福特加的卡车 直接穿越草皮 慢慢地开过来 这是我和同事们决定合资 花钱请来安抚群众的 卡车朝我时来的同时 我继续念诗 当今之日 生存于干涸之地 仍如搁浅传之 浑身吸附污浊贝壳 但自今以后 你将穿越巨浪 平息风暴 坐下来贴近金色昭阳 刮进胡子上的青苔绿枣 抹出水母的深红粘液 我在列宁的光芒照耀下 洗清自己 是为了在革命的汪洋中继续远航 卡车在我的吉普车旁停下 我跳到他后车厢 说 可惜同志们 说到革命 英雄所见不一定略同 看见没 他在耍我们呢 念首列宁的诗 好转译众人的注意 你们还当真中了他的计 演讲者又叫嚣起来 我在学校认真读书 把诗全课进脑海 还大声地朗诵 将父辈的抱负铭记在心 你们不能公平点 也试着理解后辈吗 全是幌子呀 拿列宁 拿诗来当掩护的孬种 这种人在吸百姓的血 绝不能轻易放过 还愣在那干嘛 快把他揪出来教训一顿 一些人被点醒般 又咆哮着冲撞警戒线 我要大伙都好好说话 所以才念诗 过来喝一杯吧 像个地道的俄罗斯人 先干了再说 我打开卡车侧边门板 坐到箱子上 迅速开了一瓶福特加 然后再一瓶 倒进几个小塑料杯 我拿起其中一杯喝了一口 对刚才冲过来摇车 但现在已围在酒杯前的几个男人说 来呀同志 不要客气 都喝点吧 不喝点 我们哪说得上半句话 他们早在我开口前 就站在那了 一听见便纷纷拿起酒杯 说的也是 有必要让场面如此失控吗 有话好说吗 留着落腮胡的矮个发言了 他同伴接着说 有适合的酒办 怎不聊聊呢 同志再撑着点啊 他们冲过来 我们就没法这样交谈了 另一名喝了酒的男子 转过去对挡住人群的警方说 没错 他们太吵了 像菜市场一样 光会破坏男人之间的对话 复合声此起彼伏 我们喝完这一轮就去帮忙呀 当然了 这群英雄的战士辛苦了 再来一杯吧 我到了更多的福特家 你还知道什么诗 一名高大的光头男子 以低沉的嗓音问我 背得出来的就学校哪些 我回答 那就再念一首学校教的吧 我用扩音器跟着唱 我一喝酒就想唱歌呢 蓝色雾海中有艘孤独的白帆 我朗诵着 光头男子对着扩音器 放送他那低沉有力的歌声 蓝色雾海中有艘孤独的白帆 他到远方寻找什么 又有什么遗落在故乡 一大群人突破警方防线 往卡车冲来 绝大多数是男人 身材魁梧的光头男子 停止了歌声 浑厚的嗓音 兼具威严的大喝一声 排队 这是男人间的对话 不准给我吵吵闹闹 跑过来的人都排成了队伍 对面还有一些人处在原地 演讲者继续向他们喊话 你们看这像话吗 他想灌醉所有人 妇女们 他在灌醉你们的男人啊 人群中抱怨声四起 主要是上了年纪的妇女 所发出的不悦 我再度拿起扩音器 向妇女们宣布 请原谅我各位女士 我完全给忘了 在广场的另一头 有辆车上载着进口鸡腿 是企业家联盟要送给你们的礼物 不是要收买你们 而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会儿 别干扰彼此谈话 当然我知道要均分给所有人 一车是不够的 如你们所说 但总有人可以拿到免费的 也不错 不是吗 眼见一大群妇女 有的快步 有的奔跑 全都涌向载了鸡腿的车子 这下子 示威人群兵分成两路 一半在福特加这里 一半在鸡腿那里 我知道大伙已冷静下来 并和同事回到车内 准备前往我的轮船停泊处 在我抽身之际还听见 这人不坏嘛 还差点把他毒打一顿 这样的话从人手一杯的男人们口中传出 当时船停在河运站码头 餐厅开放作为企业家俱乐部 企业家不分年龄 都来这谈谈生意 分享彼此的经验 那在过去未曾品尝过的幸福人生 正徐徐自海平面上升起 几乎所有人都这么想 不过 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多虑的人 闯进来打断我们绚丽斑斓的梦 一天 那场集会中的演讲者来到船上 被警卫拦下来无法入仓 但他坚持和我见上一面 于是我出来了 让双方有机会自我介绍 这位名为彼得伊万诺维奇的男子 征求进入俱乐部的许可 彼得伊万诺维奇 您不是否定企业家 反对产业私有化吗 进我们俱乐部又能做什么呢 我反对的是生活中不合理的事情 我想向诸位先驱表述我的意见 难道您害怕听见不同的声音 拜托 就让他进来吧 总比号召群众来场示威游行好吧 一名同事见状提出 我同意了 彼得伊万诺维奇变成每个礼拜都来 我们约好他发言的时间 不能超过五分钟 原来他以前在教历史与哲学 虽然鲜少有人对他在俱乐部里发表的言论感兴趣 但有时倒也发人深情 我常因此陷入一股思绪 暗自摸索 评点当下生活的意义 有天 一如往常 他上前对着麦克风向坐在餐桌旁边的企业家们发表言论 他说 各位 您自认从此一帆风顺 过着幸福的人生吗 在美国 商业早行止有年 企业家人数比俄罗斯多出好几倍 也许在二十年 我们能赶上美国的生活水平 但同样这二十年 美国也不会放慢脚步 必然继续往前超越我们 我们俄罗斯人并不会因为企业家出现就变得幸福 但在当时改革初期 我们这群新企业家一心只想让生活条件变得更好 至于生活的意义 我们考虑不到那里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